剪几朵花 把糕的剪下来 日式擦花有很多流派 主要的三大流派 另外呢,是池房,草苑和小田园 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 我是学的是池房流派 那池房流派的一个最基础的叫剩花 剩花呢,其实呢 我觉得日本的花和西方的茶花 是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日本呢,讲究空间,格调 然后呢,西方的呢,我们就说填满 你只要有个形状 你固定了形状之后 你再把这个形状填满 但是日式茶花一定要讲究 它当中要有留白,要有空间 那 那现在我呢 今天的花柴呢 都是我自己家里种 只要花园里有花呢 那我就尽量不去外面买花 用把家里的花呢 就用好它 今天我是用的这个枝条 然后呢 就是鱼筋香 就是刚才剪下来的 还有一个就是 日式茶花里有很多 除了就是花器之外 那是剑山 剑山呢,这个已经是用了挺久的了 我也没时间去日本重新买 剑山有圆的 有长方的 有方的 所以可以根据喜好 因为有的 根据你的花盆自己去买 那今天我的这个剑山呢 我放在这水里 水不用太多 只要没过剑山就行了 脂肪呢,是讲究 针腹体天地人这一个概念 那针呢 它是需要它的高度 长度有多少呢 它大概是你花器的高度 的量高度 或者这个花器宽度的2.5倍 2到2.5倍 那我这个呢 基本上就差不多是这么高 然后呢 我稍微修剪一下吧 不需要的 食品液呢 剪掉一点 剪的时候呢 要有稍微有一点角度 剪 擦的时候呢 是垂直 擦 垂直往上擦 擦完之后呢 稳了之后呢 用力擦往下按 按稳了之后呢 往左前倾斜 10 10 10到15度左右 是针的长度的 三分之二 然后 三分之二 那我这个 把不要的那些纸 剪一下 然后它的擦法都是一样 垂直 然后它的角度呢 是45度 45度 好 这个就是这个空间 这个当中这个空间就流出来了 我们在这个当中的空间呢 来插画 那还有一点小的 我可以再加一个后面 这个小的我就是稍微给它添一点 这个小的我就是稍微给它添一点 然后呢 这个主要的针 附体 这个三围 就空间 这个三度空间就出来了 接下来呢 我们插花 这个花叶呢 特别美 我想把它留着用一下 等一下 剪的时候呢 我就剪在这个下面 这个等一下也可以叶子作为叶子 因为它周围有一圈白边 挺好看的 等一下我插在里面 就是插花当中呢 它认为就是单数基数是 那个是最美的 一三五七这样的 在这个空间的当中 就去插 那红颜色它已经是开了最 已经开了最多了 那而且它颜色深的呢 我们可以尽量往下面 来 马上 说 街上 我们要这个 你们能够我们去 那四五个 就是 人物 对 这 就是 这个 再加一点叶子上去 刚才的叶子再添一点叶去 今天这剩花呢就擦完了 你可以擦完之后呢 你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 它的花形它的都是非常美的 这是正前面 侧面 今天的日式茶花就介绍到这里 你也完全可以用你身边有的那些材料来查出千字万态 这个呢 最基本的真附体你能运用好了 那不管什么样的自由花你都能查出来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大家订阅和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